一陣天搖地洞 泰安山区苗62线道路上 出现零星落石 可以想见地震摇晃的程度 停在山壁旁的轿车 不慎被落石砸中 悬色轿车被砸破一个大洞 车体严重毁损 银色轿车车头也被砸烂 车主看到爱车惨况 心好痛 落石掉落现场 摆上三角追市井 因为大小时快 人不断持续的掉落 三号上午接近八点钟的地震 让人惊慌失措 住在苗栗市的两名长辈 本来坐在家里的椅子上 突然一阵剧烈摇晃 家人赶紧将人搀扶起来 往屋外逃命 而地震发生当下 国中小学生已经到校了 苗栗市文华国小 校方立刻启动应变 疏散一千三百多名师生 到操场避难 而在苗栗县政府也传出电梯受困 电梯卡在二到三楼之间 紧急通报消防队和电梯公司救援 经过合力抢救受困的六人 平安脱困有惊无险 另外在中区国税局竹南机针所的外墙 因为地震造成磁砖均裂掉落 办公室内的天花板更是掉下来 工作人员紧急善后 苗栗县最大阵度出现在竹南规模五强 零星灾情经过消防统计有三人受伤送医都没有大碍 民事新闻许家城邱俊超李柏景 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